同學們大家早 歡迎來到諾曼的減法教室 今天諾曼分享的比較不一樣 因為現在訂閱已經快破1000人了 你們看到這影片的時候 有可能已經破1000人了 很感謝你們這1000個人的訂閱 那今天分享的是以前 因為之前 諾曼頻道全部分享的都是男生的造型 跟男生的減法 因為其實男生的減法是比較基礎的 那他也比較簡單好上手 那今天分享的是 女生的髮型減法技巧 今天分享的是一個很經典的造型 就是鮑勃 鮑勃髮型該怎麼剪 它是不是會很複雜 那今天諾曼教學的方式就是一樣 四個步驟 我們剪完一個女生鮑勃 那如果你有短髮上的問題 或者是你是一個初學者新手 那這部影片真的非常適合你 那我們影片準備開始 在開始之前 如果你還沒訂閱這個頻道的話 可以先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影片就準備開始 Let's go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女生短髮的教學 那今天看到這個模特兒 他本身呢 是蠻常見的 就是細軟髮 然後頭髮是直的 然後因為他剪短有一陣子的 建議幫他髮型修回來 那今天剪的長度啊 大概會抓在 下巴處的一個包裹 那因為包裹分蠻多種的 有低層次的 跟蓬度的 那細軟髮的話 我今天分享的就是 怎麼讓他剪完 就一個自然的蓬鬆的感 然後再來就是頭型的蓬度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他後面的部分 他後面這邊啊 一般細軟髮最 然後亞洲人的細軟髮最常遇到的困難 困擾就是 這邊都比較容易塌 那我們今天要幫他做的就是 把髮型剪回來 時候啊 順便幫他修飾 蓬度的部分 把他蓬度做回來 那我們今天 有四個步驟要做 第一個就是 長度的設定 就是我們今天要幫他做 第一 長度的設定 再來就是 後面的 長度怎麼做 調整跟選擇 第二個的話 第二步驟就是我們 中程度的一個層次 中程的層次怎麼去做一個規劃 跟剪裁 最後就是外輪廓的方式 外輪廓就是 他放下來的呈現是什麼樣的形 所以三個步驟就可以剪完一個 薄薄的部分 第四個步驟就是 前面瀏海的部分 該怎麼去做一個臉型的修飾 好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準備開始 好一開始分區啊 我們會先把頂部 最上面這個區域 畫一個 圓弧形 在這裡畫一個圓弧形 好以上這個就是我們外輪廓的地方 那外輪廓的弧形 取決哪裡 我們通常會選擇在頭頂 頭頂這個範圍 跟後面 後腦掃的部分 後腦掃 比較高點這裡 可以看一下 後面這裡比較高的地方 如果要有一點蓬鬆感的話 我們可以有一個 馬蹄形的效果 就是這樣一個 U字形的馬蹄形 好那我們就把它夾起來 好那上面這一層就分好了 來第二層 第二層的話就是 從兩側 兩側我們會預留大概兩指的位置 兩個手指頭的位置 然後直接劃分到 後腦掃 劃分到後腦掃的地方 這裡 看到我們這裡就留兩個 手指頭的 距離 然後直接劃分到後腦掃 好那我們區域 分線就分完了 就是 這是最下層 這邊 做的是 長度的 確認 就是我們這邊就是會 我們要先剪完這一層 這一層就是我們 最長的長度要到哪裡 就是以這個長度去做選擇 所以這一層也是最重要的 好那我們先來 剪 第一個步驟 我在剪的話 我一定會先從 最重要的地方開始剪 就是兩側 兩側的長度取決於 這一個髮型的長短 所以 兩側就是耳朵 耳朵前面這裡 那我跟他說我要讓他的長度是在下巴的位置 所以我先對好他下巴的位置 然後做修剪 好這邊就是我們今天整個髮型的一個基本長度 就在這邊 然後就是低層次 直接做裁剪 然後後面這邊 直接 因為我們今天要剪的是一個包薄的型 你直接用梳子 由上往下 平梳喔 沒有張力就這樣平的梳 順著 我們前面剪的一個基本導線 然後往後 反正 然後往下 清掉 然後רכ 我們剛才用去做裁剪的邊的位置 剛剛有看到我都是用梳子這樣 平的梳下來 把多餘的地方直接修掉 好那這一邊的長度就已經完成了 就是這樣一個基本的水平長度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這樣長度基本上差不多了 兩側剪完之後我們來剪後面 後面的話是 後面這一塊是這整個髮型的精髓 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這邊剪得好 它自然放下來就會有一個蓬鬆的效果 那怎麼剪 頭低一點 好 兩邊的長度確定了 這邊的長度也剪完了 後面這一塊的層次會影響到上面的蓬度 所以我們要先把這一塊的層次修好 那我們在做這種細軟法的修飾的話 我的層次會拉45度角 我們直立分線 這樣直的分線 分下來之後梳起來 然後45度角就是頭髮 頭髮看到呈現45度角的位置 呈現45度角 然後這邊到下面這裡 都是我們要去掉的地方 那剪完你就會發現 這邊比較短下面比較長對不對 那沒關係 我們就順著這一片這樣往旁邊修 可以看到剛剛剪掉的地方 那這就是我們的基本導線 然後再來連接過來 然後記得耳朵後面這裡一個手指的位置 先保留著 不要連這裡一起剪過來 因為這裡你只要一剪過來啊 你這裡一定會缺一個角 這是很多新手在剪頭髮的時候會犯的錯 就是耳朵後面一公分要留著 不要去剪它 因為這邊 你會發現 這邊的長度是沒有頭髮的 這邊是沒有頭髮的 所以它是最內層的頭髮 最底層的 所以你不要去剪到耳朵後面一公分的頭髮 那這裡一樣 做修剪 好修剪完 放下來 它不會有一個所謂的層次落差 它層次落差的情況下 你會發現這邊就會有一個 比較順的線條下來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層次感 那我們等一下放下來 頭髮去做堆積的時候啊 它才會形成後腦勺的膨度 所以這裡有一個小重點就是 耳朵後面這一塊絕對不可以剪到 因為這裡就是我們說的轉折處 你這轉折處沒有保留的話 你一剪 你看喔 我們只要一剪 它是變比較短 變比較短就會放到這裡 那它頭髮就會變成一個缺角的弧度 所以這也是很多新手在剪頭髮會犯的錯誤 所以這邊要記得不要剪到 然後剪第二層的時候啊 我們就直接從後面來 來做修剪 然後在修剪的時候 一樣直的 直的分 然後這是它下面的頭髮 有看到嗎 像這樣 好那我們在剪的時候啊 這個技巧呢 手由下 由下往上 這樣 但是一樣是15度喔 但是 這裡 不要是平剪 你要有一個弧度的剪法方式 來示範一次 梳下來 有看到嗎 這裡 那我們在剪的時候 這邊是我們要連接的地方對不對 下面 來看 然後在剪的時候啊 外面長一點 裡面短一點 所以我們手指頭可以稍微 往下拉一些些 可以看到這樣 這裡保留一點點 然後往上剪上去 那這樣呢 為什麼要這樣 是因為它到時候放下來 長的頭髮就會稍微慢慢的 有一個往內彎的弧度了 然後這樣一層一層剪下來 它才會有一個包婆的型 所以包婆的層次 是這樣做出來的 好那我們來剪第二片 好我們一樣對著 對著剛剛剪的第一片 下來分型 然後可以看一下 剛剛我們剪的長度在這裡 好一樣 順著它的型做去除 好然後到兩側的時候 你會發現喔 我們要的長度啊 是在這裡對不對 對不對 那這邊長了一點點 兩邊一點點 往後一點點就好了 我們正常剛剛是這樣剪 對不對 我們往後一些些 然後有看到剛剛我們要 我們保留的長度 跟發尾的長度 直接在這裡做去除 那這樣你會發現 它的頭髮 是不是都往內收了 所以就自然的往內 有一個彎度進去了 我們現在沒有做任何的造型 但是它放下來的位置 已經是往內跑的 這個原理啊 就是裡面的長度比較短 外面的長度比較長 長的頭髮會跟著短的頭髮走 會跟著短的頭髮走 所以就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原理 這一款髮型算是所有CX的入門款 就是你要會剪頭髮 你一定要先學這一款 好那我們現在剪到最後一層 剪到最後一層的話 層次的高度 稍微往上提拉一點點 什麼叫往上提拉 就是往內 因為我們剛剛都是45度對不對 但是最外層呢 最外層就不要再低層次了 因為在低層次 它只會越來越厚而已 我們要讓它有一點膨度的話 提拉一些些 大概在水平90度 這樣水平90度出來 然後有看到很明顯的 這是我們剛剛剪的長度對不對 然後直接修掉 修完之後 有一個小技巧給大家 這裡去掉一個角 這裡去掉一個角 這樣放下來 它會有一個很好的 往內彎的彎度 然後之後就順著這個型去剪就好 90度角去掉一個角 這邊也是一樣 10度 去掉一個角 45度 然後多出來的地方修掉 然後一樣去掉一個角 那我們兩邊長度都修剪完了 剩下第四個步驟就是瀏海 那要怎麼剪好一個瀏海 跟大家說 先把兩邊比較長的地方 塞到耳朵後面 塞到耳朵後面之後 我們先去觀察它 兩側這裡有沒有需要做修飾 好如果沒有的話 像它 它臉型算是很漂亮 它的顴骨沒有像一般亞洲人很寬 或很高 所以它直接去做一個瀏海修飾 那兩邊的話保留一點長度 在太陽瀉這邊做修飾就可以很好的效果 這個三角形就是我們第一刀 頭髮瀏海的位置 那我們在剪的時候 你不要拉得很貼 因為它一定會反彈上來 所以我們就是輕輕的 如果比較沒有把握的可以用梳子 這樣放著 自然的沒有張力 然後放下來 然後在眉毛的位置 再下來一些些 然後直接修掉 你看喔 它這樣放下來的位置 會是 就是在眉毛下面一點點的位置 好這裡的剪法方式 你就可以不用說 因為我們已經知道它的長度了對不對 所以去看著它第一片 我們剛剛剪的長度 下一個做修剪 然後這裡一樣平的剪過來就可以了 往前梳 把它先梳順 梳順之後 直接順著剛剛我們剪的長度 往外修一個圓壺 往外修一個小圓壺 好那我們今天長度造型 短髮 一個短髮 我們今天一個短髮包薄的剪彎 所以稍微看一下 側面 然後它的呈現就是像這樣一個 低層次的一個澎度 那有一個自然的內彎 那像這一種類型 不管要塞耳後 還是什麼都會非常的好看 所以其實今年夏天的話 這樣做一個短髮的剪彩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好那今天女生包薄的髮型 就分享到這邊結束了 那跟大家複習總共四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最下擺的區域 這也是最重要的長度選擇 所以我們在長度上的選擇 包含後面的澎度 這是第一個層次 第一個區域的部分 第二個區域就是中層次 中間這一段的層次 這裡取決於它整個頭銜的澎度 跟角度的問題 第三個就是頭頂 頭頂外輪廓的部分 然後第四個就是瀏海的位置 所以以上這四個步驟 這四個區域修剪完 我們包薄頭的成型 就已經80%了 最後就是一些細節的調整 包含調量的部分 那希望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們 如果你們有其他的問題 可以在這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我會一一回答你們 如果你們有想要知道 更多造型的減法方式 或者是更多的減法需求 也歡迎你們留言 那下面會附上我的IG 那可以追蹤我 或者是你有其他法規商的問題 都可以在IG上直接私訊我 那我們今天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